我愛惜手指應該就是 他的都是我買單 喔 真的真的 你的都是我買單 沒有沒有沒有 王麒麟也簽到 徐乃琳在兒子婚禮上 也要這麼綜藝 兩年多前嫁了女兒 今天兒子徐新陽 娶俄羅斯美嬌娘 他感性的哭了 典禮前父子受訪 一大一唱感情不錯 今天就是龍寶寶 看看看看 加油加油 謝謝 其實最近真的都是在忙婚禮 所以可能蠻多工作都要必須推掉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可能 收入的部分有點影響 但是還好有一個強力的靠山 愛惜手指應該就是 他的都是我買單 喔 真的真的 你的都是我買單 沒有沒有 哈哈哈 今天因為瓜哥 今天要不要打擾 要打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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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耶 瓜哥有來 300萬的大婚禮來賓 不是開玩笑的 像在辦300場記者會 原來好像有一些人 會機會懷孕 不能參加婚禮 然後我就問奶哥 奶哥就說 什麼年代了 當然是喜上加喜啊 對 許新洋在我公司 就是簽他的經濟約 在我的公司 許新洋在我公司 就是簽他的經濟約 對當然 各十百千萬 對 這是一定要的 可是乃哥也不缺錢嘛 你錢太多給他 他還會肚X 跟乃哥 乃哥有認識 真的有一起吃過飯 新陽 新陽 新陽跟新娘 就是我們百年好合 就是一直在運動瑜伽拉筋 伸展拉筋 可能時間到來 就會慢慢收起來 少掉12公斤 湯典禮快開始 所以要開始 乃哥在聽話 好好笑喔 我連瓜哥都怕乃哥罵人啊 三立輿論新聞 今天因為瓜哥一定 要罵乃哥的飯 就準時開場 報道